大家在打王者的时候 当队友一坑 脑子里难免就会有这样一种想法 要是我的队友都不坑 上分还不随随便便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是我们就打算打五排 我们的阵容是这样的 我打对抗路 和双排很久的法师打诸葛亮 他们玩基本上都是MVP 打野是有一局排位加的 我觉得他一时比较好 就拉来一起玩了 然后在表现分群里加了一个九千分的首约 这个时候就只差一个辅助了 由于实在是缺一个人 于是我们打算去大厅里招击一个 要一个专门打辅助位的 结果来了个荣耀的辅助 这个我整蒙圈了 赛季开始半个月就荣耀选手了 本来我们是不想要他的 怕撞车 但是现在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就想着打着试试 有个桂石 谁是桂石啊 没用过这皮肤 你能不能不要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啊 不就是个威石吗 我在圣诞老人也是蹭威石的 结果就撞了两虎牙的主播 这俩主播我也没听说过 当时也没有很在意 老夫子打关羽是比较好打的 这局我也没把这个关羽放在心上 关羽回来踩一脚 开二过去拉一下 没拉到 他急跑大招推我 大招断一下他马腿 这个时候就别回去了 过去就被推 在这等他大招效果结束 他断了一下马腿 又没拉到 我还有二技能 有二他也不批 好家伙差点死了 这个关羽真的很细 正当我以为关羽走了 想金波线 好家伙原来是在勾引我 这波只能闪现保命了 不然就得死 很久没有被关羽压制打了 清醒到了 吃了现在回去 他来了 开二 不批我 大招断马腿 在他里被绑了 那你就死定了 直接单吃关羽 这波让我知道对面也不是吃素的 你接着他们再次激烈推下 老夫子的侵限能力很差的 防御塔直接被压掉 最后他们压下二 队友都来了 是有一战之力的 开二顶上去 优摩顶得不错 波五来了 绑住活五 往后拉 躲他爆发 他技能交了 直接抬走 打了个一换二 其实也没多赚 因为我们打赢就没有后续了 推不了塔 也反不了野区 没法扩大经济差 但对面的节奏是非常好的 终于塔推不掉 直接开始压我们高地 关羽冲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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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关羽是对面最菜的了 目前也有9300分了 真的 我只能说惹不起惹不起 一直被压着打 一点机会都没有 然后我们都觉得不可能局局都是国服差 我们又开了一局 一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